我們在前一節講到說 一般的非線性規劃困難的地方 在於說你找到的最佳解 只是一個區域的最佳解 我們八字來想跟你講說 什麼時候可以找到廣域的最佳解 這叫凸函數的最佳化的問題 其實它包含了兩大類的問題 第一個你的目標是最小化一個凸函數 這看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微積分裡面這個叫上凸函數 它的限制式是一個凸函核 我們待會講凸函核長這個樣子 第二大類是最大化一個凸函數 這個叫凸函數 如果這是一個變數的話 微積分叫做下凸函數 微積分稱這個叫上凸函數 限制式各位同學特別注意到 它都是一個凸函核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子一個函數 你可以找到一個廣域的極小值 如果是這樣一個函數的話 你可以找到一個廣域的極大值 所以這個定理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們沒有證明 它跟你講說一個區域的最佳解 也會是posal 也是一個廣域的最佳解 這個太完美了太漂亮了 我們接下來後面會花一個禮拜的時間跟你講說 真的有這麼好的事情 有很多的問題都是一個這樣子的問題 這個有什麼重要性 因此level 這樣子的問題相當容易 在電腦去解一個這樣的問題 進一步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這兩位教授寫了一本書 叫convex optimization 他把這本書放在網路上 還有開課程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說 先看限制式 然後再來看目標 所以限制式 什麼叫突擊核 我們首先看一個維度的 突擊核 比如說你的封閉區間 比如說 A到無限大 負無限大到B都可以 這個就是非突擊核 因為你看 這一個 一個點 這邊一個點 這個兩個點之間 中間會跨過這個地方 這個點 是別人的點 所以突擊核的意思就是說 所謂的突擊核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 這個是它的定義域 限制式的定義域 比如說 我們取任何兩個點 它之間的線段 都位於這個區間裡面的話 或是這個集合裡面的話 稱為所謂的突擊核 這是突擊核的要求 所有的 所以你不能說 我找到了這兩點 它的中間的線段 這個集合 它就突擊核 不是啊 對所有的 所以你要推翻一個論述 比如說 這一間 所有的人都是女生 你要推翻這個論述 你第一排第一個是男生 所以我要推翻說 它不是一個突擊核方法很簡單 我呢就是取兩個點 你看這個線段就跑出去的 所以你看呢 這個也不是突擊核 那你可以看呢 這邊這個是突擊核 對不對 你看每個點 都在這個集合裡面 所以這一度空間的 為什麼不是突擊核呢 因為你看 這個點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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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之間的線段 它就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不是啊 所以呢這一段 那這一段呢 跟這一段呢 構成的 就不是突擊核 那為什麼 不是突擊核會困難 你想想看 你有兩段 一個變數就有兩段 那假設你一個變數有十段 你有一千萬個變數 那你要考慮的空間有多少 就很多很多個 十的一千萬次發 所以呢這種問題呢 最佳化呢 求解廣域極值呢 就會很難 原因在這個地方